来自印尼的看护燕蒂在台工作12年 虔诚伊斯兰教徒 每天例行的五次礼拜时间 对他来说确实一大困扰 现在也有了新的改变 全新专属厕所赴静夏设施 方便穆斯林朋友礼拜前清洁全身 另一旁祈祷室设备一应居全 甚至连卖家的朝圣方位都清楚表示 短短六个月时间提升软硬体设备 花莲慈基医学中心在今年获得 亲针友善环境认证 在全国是第二家 在东部是第一家的医学中心 非常非常的难得 会员跟卫生福利部可以共同的努力 来打造更优质的国际友善环境 希望做这样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朝派地方 让他们的心灵的归宿有一个慰藉 朝着上人告诉我们的众生平等 然后尊重其他宗教的目标去进行 对于离乡背景的义工们来说 有个心灵靠岗的地方难得可贵 花莲慈基医学中心也将持续打造友善环境 承担花动医疗使命 带来新闻周辰温国家花莲报道 白宝 白宝